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欢迎你准时收听主编点新闻 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第二波的新冠肺炎疫情爆发 还有就是进入到14天的行动管制令期间 民众最熟悉的政府领导人 大概就是这两位了 经常曝光 在电台看到他的声音 在电视看到他的样子 在报章 当然也看到他的照片 那第一位呢 当然就是我们的首相慕尤丁了 第二位就是 接下来我们要聊的 卫生总监诺西山 新冠肺炎在1月发生 当时大马的情况呢 还没有进入令人担忧的状态 许多本地的商家和社团领袖呢 纷纷发动说捐赠口罩跟医疗物资 给中国协助当地对抗疫情 可是来到2月的时候 情况呢就开始变化了 开始有确诊的人数 从原先的中国游客到本土感染 到超级穿播者 以及大神宝宗教集会之后 情况变得非常紧张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 就是2月尾政局非常动荡 马哈迪在2月24日 辞去首相职位之后呢 局势陷入一个星期的这个混乱当中 民众的焦点呢 不断被这些变化的局势给吸引住 因为变化实在是来得太快 以及太戏剧化了 政治人物不管是西盟的 国阵的 巫统的 还是伊党 他们的立场不断的转变 似乎没有人在关注 这个新冠肺炎的课题 除了卫生部以及掌管医疗体系的卫生总监 诺西山 因为大家都把目光放在政局动荡的这个纷争当中 严格来说 我们是从2月24日到3月9日前后这15天呢 马来西亚是没有卫生部长的 我们只有一名过渡首相马哈迪 以及一名首相慕尤丁 内阁是在3月10日才宣示就职 11日才召开第一次的内阁会议 那诺西山呢 那是卫生部的资深官员了 他也是卫生部的三朝元老 在前前朝国阵的卫生部长呢 苏巴马连任职期间 他就已经是卫生部的总监 而后前朝的西盟呢 祖吉菲里担任卫生部长的期间呢 诺西山也是卫生总监 如今来到了国盟的卫生部长 阿汉巴巴的这一个时期 诺西山依然是卫生总监哦 那新州日报的记者庄敏 在他的一篇采访首记 防疫前线幸好有他不应被遗忘的 诺西山中就表扬了这一名 默默的坚守工作岗位 尽责尽责的就是留守在防疫前线 有问必答的卫生总监诺西山 那对采访的记者们而言 他是一颗定心丸 诺西山他的角色非常的明确 代表卫生部汇报每一天的 新冠肺炎的疫情进展啊 病例的数据 以及回答媒体各种千奇百怪的问题 比如说有一次媒体就有问到说 黄江鱼汤就是一干心干 到底能不能够治病 当时全场就大笑 但是诺西山就一脸严肃地说 这是毫无根据的治疗法 诺西山他的这个不光丽 比3月10日上任的卫生部长阿汉巴巴还要多 一些民众甚至误会 以为他就是卫生部长哦 那么阿汉巴巴他知道之后 相信他应该会很难过 民众呢是记得阿汉巴巴提出的 温水煞病毒的这个说法 虽然这没有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BHO 也反驳了这一套的这个说法 那今天的中国报的封面呢 也抗登了六张诺西山的连环图 标题就是 这座大山不可倒 并且特别强调说 不到一个月内呢 就看得出来诺西山啊 日渐憔悴 两鬓泛白 那后期呢是一脸的卷容 神情啊也越发的惆怅 那其实呢 面对这接二连三的疫情来袭呢 他是夜以继日的和前线 都有一同奋战 他不曾走远 虽然诺西山的表现是非常出色 但从政府的管理制度来看呢 这一个代表政府向全民汇报 交代问责的工作 应该由卫生部长来主持 因为部长是选民投选出来的 他是面对全民的领袖 比如首相的电视直播 面向全民 而不是由政府首席秘书 来向民众发表谈话 或进行任何的这个汇报 不管是我国的首相 穆尤丁 还是英国的首相 Boris Johnson 都是同样的这个 这一套的这个系统 因为大马奉行的是 英国西敏市国会制度 民选的政治领袖 不管是首相呢 还是部长 以及公共服务体系的领导人 就是部门的秘书长啊 或者是总监 他们两者之间呢 是有分工的 政治领袖制定政策 然后交由专业的这个官僚体系来执行 那当然呢 有些人可能要问了 政治领袖 还有高级的公务员 有什么不同呢 政治领袖 他们必须要兑现承诺 否则他们在大选的时候呢 将会被选民给抛弃 部长领导部门的运作 同时他必须要确保 这些公务员配合 执行政府的这个政策 如果政府做得不好的话呢 则必须要面对选民 人民的咨询 还有问责 做不好 犯大错的话呢 部长会引咎辞职 有丑闻的话呢 也会鞠躬下台 但是公务员 如果他们适责的话呢 则是面对内部的几率处分 比如说调派到一些 其他吃药的这个工作岗位 或者是收到警告信等等 很少会公开道歉 除了一次是政府首席秘书 因为在召开大臣 跟首席部长会议的时候 漏掉了西蒙的五个州属 引起了炮轰 那么卫生总监呢 是负责执行政策的 行政层面的这个主管 没有经过选票的洗礼 所以他们没有 也不需要承担这个政治责任 但是卫生部长不同 他是民选的议员 他们和首相都要面对人民的 如今疫情的应对跟管理 不再是公共卫生级别 而是进入到国家安全的层次 政府已经启动了 国家安全理事会 军队也参与其中 卫生部长应该要出来问责 面对媒体的这个咨询 否则的话呢 就是失责了 罗西蒙他固然重要 不过卫生部长的角色 更加的这个吃重 他必须要承担政治责任 为决策负责 好吧就听蓝主编的 下一段回来主编点新闻呢 我们就要来关注一下 卫生部长呢 近期接下来的一些表现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